这位大姐 就是说当时你们怎么想着在银滩市买房子呢 是你做的军 他做的决定 还是怎么回事 他做的决定 我们跟他看房床过来以后 觉得这个地方环境去的挺好 真是天也是蓝蓝的 在重庆很少能看到这天气 所以说然后看上周游的环境 看看这个小区 那个蓝天重庆没有吗 重庆有时有但是很少 很少 我就记得印象中叫雾多重庆 对雾多是吧 就是就是 所以说再加上我们都内陆城市嘛 看到海 对海有一种天然那种想法 天然的喜欢 到时候来了以后 这个海边 有很多那个咱们一见的很神奇的那云 特别漂亮 风云变幻 云卷云书风云变幻 你可以勾计你很多的遐想 一会他像个什么绵羊 一像那个奔腾的马 反正是你怎么想象吧 他都能满足你 就这么神奇 所以说就在这买房子了 被自己的自然环境吸引了 对对对 当时没觉得这边房子贵吗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就是说我们当时 他们我的啥情况 我说我喜欢 我可不是人家什么商量不商量 他很快就拍板了 我说要考虑好 他不后悔 不后悔 到现在不后悔 至今误会 虽然房子好像二十房 现在价格降了不少 但是你们是不会后悔的 不后悔 其实买了房子 没有必要后悔 做了就享受了 是吧 因为当时那个楼盘 那就开了这么两个楼盘 对 那你当时 你买海津城的时候 这边楼盘不多吗 对 高层不多是吧 因为金顶 金顶 你们是金顶带来的 对 所以来说呢 他只能让开那两个 哪两个 那个叫什么春天 一个那个什么 那个银龙湾 银龙湾 那你们买得很早了 银龙湾开盘的时候 你们就买了 对 他那时候呢 银龙湾也是有一些房子 还没销出去 作为他们公司的 他们的产品 就每次来 有人来的话 他就带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不仅 不仅是这个海 海 这个叫海津城 还有银龙湾 对 当时你们为什么 选择海津城呢 当时的话 刚才有签订了 你说呢 他这个 这个公司呢 他这个 当时这个销售的产品 就是两个地方 再一个呢 我们考虑一下 这边又有湖又有什么 在黑松林 离海呢 也近一些 我觉得这边更有性价比 就是从我们自己的 从感觉上来说 更能接受 对 这里更贴近自然一些 对 那边现在看来的话 银龙湾那边特别繁华 对 特别热闹 那那边是 怀河路们的商业区嘛 是吧 配套也好 配套也好 但这里的话 你刚刚讲的 有松林 有松林 这是一个大优势 对 在家离湖又这么近 观湖 离海也很近 对 所以说你们选择 我觉得也是对的 当时我们想到的 外面年龄大了 就还守着 离这个镇 这个镇比较近 对 对 还有什么事 我们可以到那里 有一个灰旋的 有一个可以去住人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对对 因为您来这来以后 肯定要考虑了很多事情 对 包括这个卫生院虽然不大 对 一般的事情还是能备 还是能备 采购也比较近一些 对 这个从那个和银龙湾的性价比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更可奇一些 但是现在银龙湾发展得很好 对 那是后话了 对 现在你们这个小区现在住的人多不多啊 排行程 住住比还挺高 住得挺高的啊 你们比如说你那一个单元 现在有住了多少户啊 有没有住 我的户倒是没数分 但是看着单光 我觉得我觉得50户70户应该 所以应该 不是说小区啊 我说你们那个单元 就我们单元 就单元就50多户啊 有有50户 那你单元有多大 能住多少户 这个是一屋二十八城的 一城的话那么有八家的七八家的 哦哦哦 所以来说的话 在这个小区呢 哦呦不得了 多一半人 再一半了现在啊 对 再一个它那个木也比较好 它每个楼呢 它有一个管家 哦 确实也管用 呃 有几多周用 比如说 嗯 你那个 比如说呢 你走的离开这儿了啊 突然发现 你的水会哪里 有的地方 没有那么完善的关掉啊 嗯 你给那些管家打个电话 他用我们把钥匙都留给人家 哦 他到你家给你关了 哦 来弥补你当时想的 比较重 对对对对 想象不到的一块 啊 再一个 有有个 什么需要帮忙的 午夜都很热情 你很会在 能帮忙 嗯 就是什么的 关水啊 电梯的使用啊 防火各方面 它那个宣传 还是比较到位的 哦 他经常在他们圈里的 发生一些温馨的一些小提示 嗯 比如说人多了 大家业主都回来了 欢迎回家 是吧 那么该应该注意的事情 银滩这个乳山 当地有什么需要要求 要求大家的 他把这个在在小小微视啊 这上面大家来显示出来 就是说咱这个物业服务还是挺不错的 挺到位的是吧 你们挺满意的啊 对 现在有些小区的这个业主和物业之间呢 呃 有有些矛盾啊 如果都能像像你说的 像你们那个物业那样做啊 咱们的银滩 就是不往前走的一步 对 是吧 其实物业管理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尤其人性化管理 那是明星工程啊 嗯 嗯 好 谢谢啊 客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